主席 主席我們請市部長 陳偉你好 部長現在 行政案積極在推動所謂全球造商 那我要請問部長齁 那面對全球造商經濟部現在是扮演什麼角色 在全球造商裡面有一個委員會 根本不是委員集 這是第一點 我們有一個造商的服務中心 就是一個專案服務的一個專案的點 這服務中心由經濟部來負責 你現在這個造商主席這個計畫裡面 經濟部負責駐匯電動車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把很多政府部門的計畫 把他覺得這計畫比較重要 你知不知道經濟會現在負責在推動你們分配套的 這個就是 這個電動 智慧電動車 我不瞭解 你們經濟部負責這個所謂智慧電動車 負責的部分是什麼 是要推動這個所謂的 這個智慧型電動車 還是什麼 我不瞭解 你是目前主要是 你不瞭解 你是工業級說明一下 好 來 陳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是從今年開始 連續三年 我們希望能夠推動十個先導型的這個智慧電動車的示範計畫 那這個過程中 需要 業者來投資跟地方政府結合 共同來開發智慧電動車以及他的相關的支援系統 部長 全球招商 我知道 各部門 各部會 大家都積極在 在推動 但是我不瞭解 這個 經濟部 他主要在推動的一個項目是什麼 那我今天只是從你的這個經濟會裡面的這個報告書裡面 我知道你說 所謂在推動這個智慧電動車 但是在國內是沒有感受到 那您是不是去從國外再引進電動車 我是不了解 所以剛剛局長這種說明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現在重點是要請教 部長的 到底 你們在引進 這個 所謂的全球招商的產業裡面 是 做全國性的 部署 還是 如何在推動 我是不了解 那譬如講 整個這個產業是要放在哪裡 譬如說 您如果是負責 經濟部是負責 自衛電動車 那您這個產業是要引到哪裡 您現在有沒有這個計畫 譬如像我嘉義 我想 我從報紙上看到 胡思這個 汽車要到台灣來設廠 我積極在爭取 那今天我又看到 您的這個全球招商 智慧電動車 那是不是也是跟胡思的所謂 汽車廠的設立 是一樣的 那是不是這一種產業 能夠引到像 這個 我們工商比較落後的這種嘉義線 我只要問你這個 我在委員報告一下 我聽了我聽了我聽了 我跟我報告一下 我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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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一般的汽車已經很成熟了 電動車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才提到局長剛剛講 目前在推動的示範計畫 那你示範計畫 希望把這電動車的所有的周邊 所有的製造技術 把它整個建立起來 以後才有大量生產的能力 部長你這樣講 這樣我就不懂了 你現在這個經驗會裡面 你這個報告裡面很清楚 是全球招商 招商主軸這個計畫 叫做智慧電動車 不是你們什麼成熟不成熟 所以我不瞭解你在講什麼 你的發展 我的認知上 從你這個 從你這個報告裡面 我的認知上 你們現在積極在引進 這個電動 所謂智慧電動車 所謂智慧電動車 你應該知道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來你說一下 什麼智慧電動車 是真的知道嗎 真的知道嗎 哈 報告委員 智慧電動車 是利用ICT的技術 再加上這個 電池驅動的車輛 那麼至於設置的地點 就是汽油跟電池混合的 車輛現在叫做智慧電動車 是不是啊 我們是全電動車 沒有汽油的部分 那麼委員關係 到底它的地點的話 如果以智慧電動車的話 它是由業者 跟地方政府共同來提案 所以呢 我們會對地方政府 已經辦過說明會 還有興趣的話 機長 對不起我打斷你的話 我請問你 你這個不就不叫做全球招商 這個不叫做全球 如果你剛剛講的 這個是一個計畫的推動 這個就不叫做全球招商 我現在問你的 所謂全球招商是什麼意思啊 你的計畫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你這樣講 就不是全球招商了 你是在推動電動車 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 譬如想現在 義龍現在在 在推電動車 那有可能 你就輔導 這個義龍機器 發展所謂 智慧型的電動車 是這樣講法 不是全球招商 那個企業的對象 不只國內的企業 像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也在跟國外的企業合作 那麼讓國外企業來台灣 示範運行之後呢 他就會在台灣有可能生產 幾例說明 來你幾例說明 譬如講 哪一個地方政府 現在在跟國外 哪一個公司在談 但是我不方便代替這些地方政府來說明 不過我們了解 為什麼 所以我也沒有叫你代替 我只是告訴你的時候 我在問你的時候 全球招商 你負責是駐會電動車 那我不了解你這樣講法 跟全球招商 好像又不大一樣喔 所以部長 我要告訴你 你這樣是 這樣是完全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我想你可能 這樣的這個 待會兒 這樣可能 對 經濟委員會的說明 不夠作用 我特別要再一次的提醒你 不過我還是要再問你 浮屍汽車會不會到台灣來設廠 目前浮屍仍然把台灣列優先選擇的一個國家 那以台灣政府的立場上 有沒有已經 特定 已經 這個 決定的地點 等待他來設廠 還沒有 那他是現在是目前是有意要在台灣設廠 是不是這樣子 他的計畫是如此 是有意要到台灣來嘛 沒錯吧 所以 所以 現在一家一線的立場上 我們希望 能夠爭取浮屍到嘉義來設廠 現在 應該 應該經濟部了解嘉義現在 了解 所以 所以我想這個 這個立場應該 跟心力應該 跟你們現在在所謂的全球招商的 角度上應該算是契合了吧 契合 好 那 我們還是在這裡 希望 希望 浮屍汽車能到嘉義來設廠 我想 台灣 嘉義 現在事實上 這個 應該 中央 應該要 要幫忙 要幫忙 另外我想要在這裡 要在這裡 要順便要執行 主委 對齁 所以我從昨天的 報紙看到 大陸 中眼集團 你知道吧 這個報紙 這個新聞你知道齁 中眼集團 跟 我們陽明 海印 要前進高雄 要前進高雄 要來投租高雄碼頭 這個 你了解吧 我有看到標題 內容我沒有仔細看 抱歉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新聞 這個是符合你們 在 這個 經濟部所頒布的這個行政命令齁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出這個 這個項目齁 裡面的所謂 所以 港部 跟 這個 機場 那我 一再的主張 港部跟機場 基本上它是先是 主權的一個地方 也是 國家的一個 門戶 那像中眼集團 中眼集團 它是 中共的 國營事業 那陽明 海印 也是 也是 這個 我們交通部 所屬的 關股佔49%的一個公司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就等於國共合作 要 投資建設 布袋高雄港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等於 我們大開 國家的一個 門戶 我想 我在 這個 總組織的時候 我曾經提出 跟這個 吳院長 提到 像布袋港 這種 港口 是代表 台灣主權的地方 是不是 適合 中豬來 建設 我想這一點 應該 我們政府要很清楚 的一個表態 他講 不會 不可能 我們不會做 吳三櫃 我們不會 大開門戶 讓這個 我們敵對的國家 中共 來 我們的台灣 來建設我們的港鋪 今天 我發現 竟然是 國際 中共的 國英室的中原集團 跟我們 陽明海印 要一起合作 這個要 要前進 高雄碼頭 這一點 我要特別提醒 我想 您 這個 大陸地區人民 這個 來台 這個投資的項目裡面 他是一個用行政命令的 那我想 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你們要 回去 好好的 這個 重新演理 修正 而且 吳院長也在 立法院很清楚告訴我們 不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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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中主來建設我們的港鋪 我們的基準喔 這跟 冬年的 清廟的五三櫃 他們秦兵入關 是一樣的喔 我們是不希望 我們現在 國民黨政府 在現階段 這個 台灣不是窮到說 沒有我們的 沒有我們的 經費人去建設買頭 不行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 還是反對 我們還是反對 引中豬 來建設我們的 港口 跟機場 我想特別 在今天的這個 主席裡面 再一次的跟 部長提醒 謝謝委員的提醒 因為我剛剛提過說 這我看到標題喔 那有沒有仔細看 這第一個報告 這個經濟部的投審會 有任何路次來台 都經過投審會的審議 那麼那經濟部一定會 非常慎重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再一次提醒 投審會的項目 是同意 這個 中租來投資 這個港口跟機場 這一點 我是希望 那個 我是希望 部長你們要好好的 討論一下 港口跟機場 是台灣 先是主權的一個地方 也是國家的門路 我們不希望 經濟部 輕易的 就這樣子把台灣 吃賣掉 我想這一點 我要特別在這裡提醒 那部長是不是要宣示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是說 經濟部負責的是在投審會案件 進來的時候做審議的 其他都有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 你們這個大陸地基 人民 這個大陸人民 來台 投資的項目 裡面 有港口跟 這個 港部 絕對不准中租來這裡 我們是希望不要有中租來這裡 建設我們的碼頭 而且像中演集團 他是 他是共產黨的 國營事業啊 國營事業啊 這樣子喔 在我們的審議裡面 有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我們是希望港口跟機場 就把它拿掉 因為這是你們的行政命令 而且 吳院長在 這個宴會裡面 這個打醒的時候 很清楚的說 我想你也聽到吧 只要有任何的 申請案進來的話 我們會 非常 非常 我們在這裡執行你 我是希望這樣啦 就像我嘉義報帝港 鄭立宗 就是國台辦的副主任 跑到 嘉義基安在那裡行訴 在那裡行訴 我們應該 我們會 引我們的中租來 來接受你們的布袋港 那讓我們覺得說 很不舒服 部長你們應該要宣誓 就好像我們中央大演去宣誓一樣 這個 政命令應該要 這不好的啦 我們是反對的 軍機部 我們是在 負責審議 負責審議 其他各 主管機關 我知道你 你投審會 是在負責審議啦 我現在說 你的項目就有 港口 港口 跟機場嘛 這個項目你們要拿掉嘛 這是你們行政命令嘛 這不要 這不要 為什麼港口跟機場 要給大陸 要用中租來建設啊 民港地區不得中租 什麼公共建設 那麼多 為什麼一定要港口跟機場 要讓中租來建設 像中延集團 這個明明 大家很清楚 就是國營市會 就中國的國營市會 為什麼一定要讓他來 跟我們 洋民 一起合作 來建設這個高雄港 所以我們還是反對 所以你們回去要注意一下 部長這回去要檢討啦 所以這 如果吳院長已經很明白宣示說 這個不準的話 為什麼你們這裡還可以 還可以 接受他申請啊 還接受他的申請啊 然後才進入這個審查 因為審查沒有辦法把 目前根本沒有申請案 沒有申請案 那怎麼會有這個訊息 沒有申請案 那你們是不是會禁止這樣的 這跟委員報告 就根據是哪有辦法 目前根本沒有申請案 不是 我們這個港部跟機場 這個事關國家安全的這個地區 是不是就禁止中資 特別是他們的國營市會來這裡投資 這個議題是不是請跟工程會去 去反應比較好 因為他有他的主管機關 我們經濟部 我剛剛講清楚 我們做審議的 審議說我們非常慎重 目前根本沒有審議案進來 那你說 這個要向誰反應 主管現在是工程會 公共工程 主管現在是工程會 是工程會嗎 你們這個 每一次公告的行政命令 都是你們 你們經濟部公告的啊 我們是會整個主管機關的意見 那部長這樣 你回去先看看 有沒有這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 不是行政命令喔 這是公共建設的項目喔 這個齁 我們這樣啦 我們找一個時間 把這個中資來台投資 公共建設相關的項目 做一個審查 重新再做審勝一次 審查一次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審查 192項裡面 如果隱藏了這麼多項 事關 報告召集委 他這個項目喔 他是用行政命令啦 送到我們立法院來 委員會來 背查而已啦 其實齁 他根本就是沒有經過立法院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 就是說 他就是背查 他背查 這個我們還沒有審查 對 他是根據他的 他的一個行政命令 所以我們是說 你這個項目裡面 有港府有機場 這樣不移的啦 尤其是中國跟台灣 現在還是一個敵對關係 敵對關係沒有解除 為什麼中資可以到我們台灣來 建設港部建設機場啊 而且機場港部都是 都是先是主權的地方 我們認為 這樣子不移 所以我們建立經驗會 經濟部能夠 在他的一個投資內 這個大陸人民來投資的項目裡面 能夠刪除機場跟港部 這兩個項目 我想 這樣子的話 以後他們就不會 動港口的腦筋了 就不會像 昨天的這個報竹 中原集團 這個要到台灣 來建設我們的高雄港 進一步就要建設布袋港 進一步就要台北港啊 對不對 那以後港口都變成中資來建設了 那就謝謝了 我們另外安排一個時間 就這個